这个女人被前男友绑在床上 无论他怎么挣扎呐喊 男人都无动于衷 他来到一边竟然放弃了音乐 随后前男友拿出麻醉剂 扎进了女人的手臂 他一边哀嚎一边昏迷了过去 突然门铃响了 男人出来查看 原来是邻居老头 他听见屋里有人在喊救命 男人说你年纪大了容易出现幻觉 三言两语就把老头赶走 第二天女人醒来发现双腿失去知觉 男人说你别慌 这就是我要的感觉 不得不说这个男人做的真是觉 在爱情的道路上将女人赶尽杀绝 女人不敢相信他不想 这样妥协双臂支撑爬到床下 要找鞋来到门口竟然发现 没有鞋 最后还是选择向男人委屈妥协 晚上男人和女人一起喝酒 他向女人描述两人美好的未来 女人没有说话 只是邪恶一笑 拿起酒瓶砸在男人头上 女人爬下床 疯狂地喊着救命 男人急忙拿出麻醉剂 追上去 噗嚓又是一针 女人再一次昏迷 突然门铃又响了 他打开门 这次听到呼救的邻居 非要进屋检查 不然他就会报警 老头进到房间 看见了倒在地上的女人 而男人一刀插在老头的背后 一刀 两刀 三刀 直到老人没了呼吸 随后他找来一名杀手 将尸体处理掉 到了晚上 女人趁男人不在家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刀片 割开绳子 想要逃跑 可麻醉剂的药效还在 没走两下 就瘫倒在地 最后他拼尽全身力量 走出了房间 可这时正好碰到男人回家 女人拼命地往楼下爬 男人也在后面爬着追 最后 俩人扭打在一起 女人拿出准备好的刀 直接扎进男人背后 接着又刺中他的手 没想到 男人并没有死 但他已经全身瘫痪 只有意识 却不能说话 而女人也主动向医院请求 做他的监护人 他推着男人 走在医院的长廊 没有人会知道 等待他的会是什么 男人所做的一切 就是想和女人永远在一起 只可惜他选错了方式 这个影片告诉我们 一个深刻的道理 必须远离垃圾人 不然会栽在他手里 听我王思尔一句 劝胜过所有的道理 并且你会找到 很好的伴侣 等等我的粉丝列表 怎么好像没有你 能不能让我出现在 你的关注列表里